那么不少民众也会选择过年来买这个彩券 试试首席 在桃园大西就有彩券行非常旺 总店跟分店分别都中了大乐透的头奖 1亿元 还有2000元呱呱乐的头奖 200万加上这个BMW修旅车 可以说是真的受到了财神爷的眷顾 而另外在新竹也有一间彩券行 运气非常的好 两度中了春节大红包的百万头奖 店家就说能够这么幸运 是因为店里面有一只招财猫的加持 来看到他可爱的模样 鞭炮放得正天响 新竹这间彩券行又中头奖 9号及11号都开出大乐透加码的 春节大红包百万奖金 好运连装店家说最大的工程就是它 开心跟客人喵喵叫打招呼 浪迹天涯的猫咪到彩券行投靠 被老板好心收留 虽然是只三角猫 但招揽生意可是有高招 店里连番中头奖 他也开心想用肉泥下午茶来犒赏 春节买期望的地方还有桃园这间彩券行 一接到消息就扯着喉咙连忙分享喜悦 11号大乐透在这里开出奖金1亿元的头奖 许多民众也纷纷赶来店里瞻喜气 希望好运能接二连三 大戏这间彩券行不止本店中了大乐透头奖 姐妹店9号也有客人刮中200万元 加名牌休旅车的最大奖 原本担心疫情一度想收店不卖的老板 这下获得柴神爷加持 要把店继续开下去 和更多乡亲来分享这份福气 华智新闻庄明县无权员黄建盈 蒲新宇庆祝桃园综合报道